我要讲一个我会的乐器 这个乐器,这个乐器叫做古针 它是一个很长的,然后长方形 有点像长方形的一个弹奏的乐器 它长这个样子,古针长这个样子 它中间有一排可以移动的叫马子 然后琴弦就绷在这个马子上 它一共有21条弦 它的琴的身体是用木头做的 这个琴分成两部分 这一半部分是用右手弹奏的 另一部分是用左手,只是这样按压 弹奏的部分会戴上一个甲的指甲 而按压的部分就不用戴指甲 就用自己的指甲就可以了 那这个戴上的,会用一个胶带 缠上甲的指甲 甲的指甲 是用乌龟壳做的 它也叫戴帽 其实它就是一种乌龟背上的壳 做的一个甲的指甲 然后绑在这个手指上 这样弹奏的 你可以通过移动这些 这些马子是可以移动的 你移动它就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你越往这边移 它的声音就会越高 因为它绷得很紧 然后你往另一个方向移动 它就会变得很松 然后它的声音就会很低 所以这个琴的声音是可以 根据你的调动而调动的 以前我每一天都会在家练习弹鼓针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每一天 每一天都弹鼓针 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乐器 而且它的琴头一般会 一般这边是琴头 这边是琴尾 琴尾会画一些图案在上面 就会变得很燥热的影响 在这里的影响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预警 我们在这边的音乐 看看这边的音乐 是不可以的 至于这边是短一耳